不油不干刚刚好 博兰平衡护肤系列 肌肤养护专家 大画面和高解析度进到您的客厅 五点钟即将离任的澳门总督韦其利呢 离开关底以后到澳都府主持了将棋的仪式 来看报道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体练功的场面 警方人员很快来到 先要和他们离开 和想获收他们的环额 法轮功学员并没有理会 来登门的警员越来越多 将法轮功学员和教者重重包围 连警犬都出动了 这个时候警方开始抓人 这些人员被带反警署 来採访的记者被驱赶离开 过程中一个香港记者被指违反警令被警方派走 法轮功学员表示 他们坚持在澳门回归日用练功的方式 向国家主席江泽民调示不满 抗议中央政府将法轮功定声为邪教 亚洲记事记者马浩辉在澳门报导 另外有两个文化人士 早上上司来澳门请愿被拒绝入境 他们批准澳门政府剥逆他们出入境的自由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澳门的街头发现 大部分的出租车上面都已经插上了五星红旗 成为澳门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里是澳门的普京娱乐场旁边 记者发现五星红旗在出租车顶上迎风飘扬 特别夺目 出租车背面的挡风玻璃也接着国旗和曲旗 他们穿梭在澳门的大街小巷 引来了路人的祝福 你好 你好 请问这个五星红旗是什么时候插上的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那插这个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行走回归了 你这个车上的五星红旗是你们自发插上去的还是有要求的 自发 你好 看到这个车上已经插上了五星红旗 感觉到回归这个气氛非常浓烈 那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好啊 好啊 一个字就够了 好啊 站在我们的街头 我们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了回归气氛在不断的高涨 各行各异的人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澳门回归祖国的迫切心情 广东台珠海台特派记者在澳门的报道 今天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最后时刻了 为了确保回归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今天一早澳门警方就采取了最严密的保安措施 来看报道 今天距离澳门回归祖国只剩下一天的时间 由于各国政要以及嘉宾管理团已经陆续抵达澳门 因此今天的保安进入最严密的阶段 从今天一早开始澳门警方已经加强各出入境范围 以及移交大典长短的保安工作 新闻中心所在的珠光大厦也已经增派了警员 以及各种的安检设施 所有为或移交大典统筹办发出通行证的人士 绝对无法进入有关的安全区域 到下午为止 餐馆的保安措施已经进入到最高的戒备阶段 据了解 本次回归保安工作有4000名警员参与 餐馆内外各个区域设有18个外围安全监控点 56部摄像机 此外还有验卡机 金属探测器以及X光机各67部 是澳门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保安行动 这是广东台驻海台特派记者在澳门的报道 好 观众朋友 您好 王道 您好 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 这台晚会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好吗 内容是三个部分主持 是与博彩业有关的行业 政府税收的一半以上也来自于博彩业 旅游博彩业与出口加工业 建筑地产业 金融保险业共同构成当代澳门的四大经济支柱 澳门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已经超过1.7万美元 相当于中等八大国家的水平 澳门有自己的货币澳门源 港币也在市场流通 不少商店还收人民币 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澳门可以听到粤语 普语和英语 随着回归的临近 说普通话也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因此有人将澳门概括为一二三四 回归后是一国两制 三种货币 四种语言 澳门是个五彩缤纷的社会 这里的文化也是中西合璧 四个半世纪的华阳杂主的特殊历史 使得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风俗习惯 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文化传统 在这里汇聚共存 融筑成 今日澳门这个东方的魅力之城 澳门虽小却诞生过不少中国之最 它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发行过中国最早的报纸 建成过中国第一家水泥厂 澳门虽小却联系着广阔的外部世界 它和香港一样都是大西洋西岸的交通要冲 它是中国通向欧洲的又一个窗口 也是联系讲普语的拉美国家的重要桥梁 我们的澳门是一片被誉为 亚洲奇葩东方宝石的中国领土 是一座中西方文化共同孕育的魅力之城 是一个走过了四个半世纪历史风雨 即将重归故原的游子 让我们共同祝福澳门 祝福澳门的明天更加美好 全球华人又把期盼的目光 透向祖国统一大业的宏伟人景 旅美华人热切地盼望着那一天 在华盛顿地区 五十多个华人华侨社团 举行的庆祝澳门回归的宴会上 人们纷纷表示 澳门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 又一件大喜事 中国的统一大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现在海外华人都在盼望着台湾问题的解决 以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人们把这个美好的期盼留给了下个世纪 各位观众 今天傍晚六点也就是在聊 跟平常的不一样 今天我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的 就是跟平常相比是很冷 北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正努力的为他做最后的装扮 陈建英 刘彦群是澳门街坊总会的工作人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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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为庆祝澳门回归 上海大军学生 昨天会聚在青年文化中心 同济大学的学生们 用1999颗幸运星 拼成莲花图案 体育学院的学生 跳起了失足舞 港澳台的大学生代表 和上海大学生代表 一同唱起了大中国 表达了青年学祖 对澳门回归祖国怀抱的 喜悦和激动 昨天晚上五彩缤纷的烟火 把珠海人民对澳门美好明天的祝福 绽放在两岸的夜空 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 与澳门山水相连 纯齿相依的珠海人民 更是为之欢欣国舞 在美丽的海滨情侣路上 到处都是观赏梨花的人群 绚丽多彩的梨花 因不过好将两岸的夜空 喜悦和欢乐伴随着怒放的梨花 在每个人的心头荡漾 好开心啊 这花这么美 澳门回归祖国的大日子 我相信全中国人民 都是很高兴和很振奋的 重庆市昨天以汽车摩托车巡游的方式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一千多部大小车辆披红卦彩 行驶在美丽的山城 车流满载着重庆人民的深情问候 向澳门的亲人烧去最美好的祝福 昨天香港各学校的青少年代表 来到香港太阳中心广场 共祝澳门回归祖国 他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 手里挥动着国旗 一起高唱澳门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以此来表达香港所有青少年 对澳门回归祖国的激动和喜悦之情 澳门香港明天会更好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澳门各界为庆祝澳门回归 而精心准备的大型文体表演 豪江欢歌今天下午在澳门隆重举行 警方报道 豪江欢歌庆归来 盛世莲花开不败 各位观众 这里是澳门荡的运动场 澳门客气同胞三万多人 欢聚在这里 也就我起到 还我的学会 我学会会说 终于 当收获的季节到来的时候 邵世华也好 村民也好 所有的困惑都化成了喜悦 城里文讯而来的记者 是林瑞村有史以来第一次上了电视 吴先生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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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搁 你别搁就坐 这个球啊 他人用过 你要就继续弄命运事的时候 你就干不成 你没有那个矿军量 在对这种签的接车的情况下 你有不对的装缝 一个军营的地方 雷雷风行 你永远撑过 银月村赴了 村民们也牵进了新村 户户盖了新房 宜蒙山区第一个外园户村 第一个电话村等称号 也纷纷而至 邵世华也当上了市里省里的劳动模范 接下来的几年 是邵世华过得最舒心的日子 在林瑞村的带动下 这位十里八乡都种起了葡萄 不仅品种已发展成了上十种 还盖起了塑料大棚 种上了一些产业 以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人才 之前我国第一个 24位数字化遥测地震台网 在通过了国家地震局 等有关部门的验收后 在广东地震局正式投入运行 这个数字遥测地震台网 由一个数据处理中心 和16个数字地震台站组成 地震台网从97年开始建设 采用24位数字化地震信号采集 等一系列现代高新技术 台网的核心技术和专用设备 全部都实现国产化 它能够准确测定 广东省区域内两级以上地震 和国内外较大的地震 使处理地震信息的时间 由过去的45分钟 缩短到不到10分钟的时间 从而确保在地震发生时 有关部门能迅速做出应急对策 这个地震台网在试运行期间 曾经准确地测定了 今年8月广东和元4.8 4.9级地震 和9月台湾的7.6级大地震 今天一场久违的冬雪 让北京市民感到了惊喜 这是今年入冬以来 北京下的最大一场雪 然而湿滑的路面 对行车安全造成了一定影响 今天下午1点左右 在北京沐溪地桥以溪100米处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从东往西行驶的 切诺基吉普车 冲过中栏 撞在了对面车道上 一辆正在行驶的下立出租车 紧接着又撞上了 另一辆别克车 这三辆车都损坏严重 有一位司机受伤 被送往医院 接到报警以后 公安人员迅速赶到 事发地点处理